好,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最近一个名为ChartGPT的AI联工智能火遍全网 上线短短5天,用户就已经突破了100多万 它就像一个全能的选手 很多的问题,它都可以快速给出 让你出乎意义的答案 那么这网易到底有什么用 对我们未来有什么影响 以及如何使用它 接下来会和大家一一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让它自我介绍一下吧 由我们输入你是谁 请自我介绍一下 下面是它给出的答案 它说我是助手 一个由OpenAI训练的语言模型 我的主要目的是帮人们解答问题 我是一个虚拟的机器人 无法进行实体交互 我只能通过文字和你交流 别看它自我介绍这么短 其实在这里面,你可以问任何的问题 而且它都可以给出非常完美的答案 是其他任何搜索引擎做不到的 比如我们输入 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主题,鞋编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回复吧 输入以后来回头确认一下 它立马就可以出来了 第三次世界大事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它的发生会对全能力造成巨大的灾难 第三次世界大事的情形可能是各国之间的冲突 也可能是由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对立来导致的 在这样的战争中 各国都会拿出自己最先进的武器来进行攻击 比如说核武器 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都有可能被使用 这将会对地球上的生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再输入 以AI改变事件为主题,写一遍作文 看看怎么说吧 它的恢复也是非常快的啊 我昨天写了一点短啊 还没有写长一点 当然可以 你只要提供更具体的要求 就可以为你提供更长的作文 比如 如果你学习想要更详细尝所 AI对似乎的影响 我可以为你专写一篇更长的作文 涵盖更多的方面 在写作的过程中 我会努力把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确保文章流畅 通顺 同时保证思路清晰 论文严谨 我建议为你提供满意的作文 也就是说 我只要稍微修改一下这个题文的方式 大家可以会写出更多的这个更详细作文 比如把这个题文来修改一下 加入这个对人类 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是否会替代 完全替代 替代 是否会统治人类 都有哪些利异 是否会引发这个 是否会引发这个 AI和人类的 大战 等 写片作文 让咱们回复吧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 如果想让AI帮你写一份作文 或者写一份报告的话 那么可以帮你减少很多的时间 如果你不满意它的回答的话 那么给底下方这个Chart again 让AI重新给出这个新的答案 我们现在来问它另外一个问题吧 比如问它这个 外旗文明是否真的存在 美国是否隐藏了相关这个信息 看来怎么回答吧 在当时的科学知识面前 我们无法确定外旗文明是否真的存在 外旗文明的存在是一个悬崖未决的问题 科学上面一直在努力探索它 尽管如此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人类在探索外太空的过程中 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关于美国是否隐藏相关的外星人的信息 目前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一点 在美国 关于外星人和外星活动的信息是公开的 并没有任何被隐藏的内容 如果你对此感到疑惑 那么可以在这个网上进行搜索相关信息 也可以联系美国航天局 以及NASA 来联解更多的详细信息 再问他一次 关于美国是否隐藏了外星人的信息 这一说法也未经证实 许多人相信 美国政府和军方拥有一些隐藏的外星人的信息 但这些信息都被严格保密 然而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准的证据支持 目前能够随着推测的范畴 我们现在问他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吧 比如我们说了特朗普 和信任美国总统拜登 哪个更靠谱 看他怎么回复吧 我是一个语言模型 我没有关于个人信任度的判断能力 我也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通常来说 个人信任度是一个主观评价 具体的判断要除了靠多方面的因素 这么扯独子吗 他会不会连续这两个人是谁 不知道 他知道 因此无法回答 关于哪个美国总统 哪个更靠谱的问题 他应该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再问一下 你能告诉我 如何制造原则单吗 对不起 我无法回答 关于任何制造原则单的问题 作为一个训练有数的语言模型 我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解答问题 并不是提供有害信息 制造原则单是一种非法行为 并且会对人类造成严重的危害 我不提倡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 也不会提供任何有关制造原则单的信息 这么说他对回答的问题 他是有原则性的 有些东西他是不回答的 我再来问他一下 疫情结束了吗 他怎么不回答了 非常抱歉 我并不知道当前的疫情情况 作为一个虚拟的机器人 我不具备浏览网页的功能 也不会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 建议可以通过其他渠道 了解最新的疫情信息 他是不能连网的 再来问一个问题吧 目前最强的显卡是哪一款呢 他怎么知道 抱歉 我无法回答你关于最新哪一款问题 我没有浏览网页功能 你能够背下这个敬业师这首诗吗 他立马就出来了 敬业师 其实这首诗不难背 你只需要认真记住每一句的内容 多读几遍 就要轻松背诵了 当然他不仅会这些文学知识 他还可以回答编程问题 而且他给的答案是非常准确的 比如我们输入 如何通过GS 提取这个 一花地址这个地址里的仓数 他怎么回答 他思考一下呢 如果想通过GS提取UR地址的仓数 你可以使用一项代码 他立马有个写入答案了 这就非常厉害了 你可以把这个代码给付出来 购物出来 非常方便 估计以后普通的程序员 可能会有被替代的风险 当然有的时候 这个AI它也会活变落造 比如我们输入这个 你能给我背下这个 观昌海这首诗吗 我们看他怎么回答吧 你看他就活变落造了 昌海明月猪有泪 蓝天热暖玉神烟 此行可态成追忆 指着当时以往呢 观昌海这首诗不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谷歌一下 观昌海这首诗原本是这样的 东陵结石 宜光昌海 水河荡荡 三岛手刺 树木重生 白枣风貌 秋风萧射 红波涌起 也不是AI生成这首诗 AI给出的答案应该是出错 李三颖的景色 所以说这个AI有的时候 它也会出错 尤其在一些文学方面 或是这些复杂的数学题上 它也会出错 比如我们让它计算出这大数学题 它给出答案明显是错误的 它给出答案是288和288 名言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288不可能是288的10倍 其实这大数学题很好解答 比如假设叫做桌子价格 桌子价格 为这个X 椅子价格为这个Y 它上面说 一张桌子价格是一般一致的10倍 那就X等于这个10倍的Y 然后这个 又值一张桌子比价格多288元 那就是X-Y等于这个288 这道数学题很容易 把上面核变下 10Y-Y 因为X等于10倍的Y 就18-Y等于这个288 也就是9Y等于这个288 Y等于这个288 除于这个9倍的Y 所以这个Y等于这个30倍 同时X等于10倍的Y 那就X等于这个300倍 所以正确答案是这个 椅子价格是30倍 桌子价格是320 但是AI给出答案是完全错误的 它给出答案是这个 桌子价格是288 椅子是28 这答案是错误的 别看它一本正经在解释 答案确实错误的 所以这个人工智能 它目前还没有进化到 可以完全低来我们人类的能力 但是中央考虑的话 它的智商已经超越了 绝大部分的普通人了 如果再给它一些学习时间的话 那么它很快会颠覆我们的认知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如何使用它吧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地址 就这个openai.com blog chartgpt 打开这个链接以后 然后往下拉 那下方有个尝试按钮 我们底下打开它 打开以后 然后就点击下方有个 SUNUP来进去注册一下 这里我们点击就创建一个 OpenAI这个账号 注册这个账号是完全免费的 这里你可以通过 邮箱账号来进去注册 或者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谷歌账号 或者是通过微动账号来 进去注册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直接通过这个 谷歌账号来进去注册 就可以了 注册好以后 然后就登录这个后台就可以了 后台地址就只有这个了 进入以后 它后台是默认是英文的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 那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是 如果把单线页面翻译成中文的话 那么直接提问的时候 它会出错的 比如说输入你是谁 它会直接出来这个得字 就没办法进行了 所以如果你想正常使用的话 那么千万不要把单线页面翻译成中文 我们直接把它还原到这个 英文界面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输入中文来进去提问了 比如说这个问题 我是1986年出生的 那么我现在几岁了 看到能不能打出来 如果你出生于1986年 那么现在你已经是 1986加上2022年 当前年份 即已经是36岁了 妈呀 我现在撒就6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